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正香煲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的下周时间 今节继续有我去楼山 还有欧洲红仔饼 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茶匙珍的好 小白红社长 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纽西兰很久没见的青瓜仔 伊德太阳 大家好 记住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静向编辑曬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多多留言 今节也想读下大家的留言 多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留言 多谢大家 今节回来说些什么呢 这帮泛步派 水鬼星城王或者 这个骑吏怪都可以做到区议员 相当之多 尤其是最经典中的经典 都可谓是陈紫围 横空出世 简直是孙悟空一样 石头爆出来 石破天经 无端端多达 鬼魄后面就什么都好 拿一张表去填 填完画个爆花 接着就贴自己那张 那么英明神武的玉招 竟然就成为了这个区议员了 好了 他们差不多做了区议员 有没有一年啊 他们这帮人 有了是吧 都有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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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够 差一点 一年差不多 容易又过去 那说一下这帮区议员 有什么新搞作 有个挺好笑的 拿出来说一下 有一个叫区议员 叫叶錦朗 哇 真的 你这些人什么都敢死 根据我们香港政坛 活字典 真BC所说 原来这个以前在某个网台 在教台和欧乐軒一起做过节目 自报为这个是 project manager 其实他就是 日文都挺厉害的 经常过日本的 这样 过日本做什么 没有说 好像都是做 学习吧 学习 这样 大马上更厉害的 他是遥渠式学习 大马上在家 日文方面 每天都有学习的 每天都有研习班 有一次很好笑 我跟大马上说了一点 那个叫做什么 神之手那些 很多网友都不太知道什么神之手 不过不要紧了 我们不要理会什么神之手 神之手过去了 这个叶錦禄相当神神的 就搞了什么呢 原来呢 他有谈事 之前踢宝 踢宝之后 现在 终于 就被警方 再次用同一个罪名 就控告他 这个 控告他的罪名 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就是这个习警 和这个刑事毁坏 其实他是在 上年的时候 踢宝的 踢宝踢了很久了 他可能想着 踢宝踢了一年了 没事了 一年之后 硬硬硬 想着继续做议员 以为控告他不了 又怎么样 他当时 被拘捕的时候 还拍着自己 那张纸 遮住重要的资料 还在拍照 还厚威威地被人看 他妈妈可能都不太知道 儿子究竟搞哪一课 我估认 以为他 哇 儿子 你平时就在这个 什么花胶台 有没有花胶的 妈妈都可能见那么久 因为有花胶 有区块链 和区块链一起做节目 区块链就收工了 没用的 你花胶有用 你给一块花胶 比给区块链的 对不对 妈妈 花胶还可以吃 不是呀 花胶台的 你不要这么说 这么厉害啊 不要紧要啦 有的 有的一件事 有没有人给钱 也是一件事 可谓啦 花胶已经 明日王花胶了 这个是 好了 我们花胶 不要管你们先啦 什么胶 什么胶 就是一件事啦 好了啊 谁知道呢 一年之后 春去秋来 落叶又开始 月饼都吃了 对啦 这个叶錦龙呢 就在昨天 不知道昨天还是前 差不多的 清晨六点钟 警察就 砰砰砰砰砰 去到她的家里了 就说要拘捕她 当时呢 只有她 妈妈在家啦 当然 哇 她妈妈说 糟了啊 怎么拘捕我的儿子呀 然后她妈妈就 吓到哭了 竟然在家 逗留了一个钟 在那儿等等她 还是怎么样啦 好了 之后呢 这个叶錦龙 就在 早上 早上才回 回到家 可能早上回到家 妈妈 你怎么哭的 啊 儿子 刚才有警察来说要拘捕你呀 他们是不是搞错呀 那些 你又说你是区医院来的 为什么要拘捕你呀 然后妈妈 不要拘捕我儿子呀 然后后来 母亲 你哭都没用的啦 证明这些儿子 是不孝儿子 对不对 没想着妈妈 在出去犯罪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习警 和刑事毁坏的时候 没想着妈妈啦 后来 去到参加接近 那天的同日的中午时份 有律师的陪同之下 去了这个西区警署再报案 后来才知道 之后又改了一点 控罪方面 助差办公 和刑事毁坏 习警那里就改了 不过 往后不知道究竟还会不会 见这个水果报很好笑 他说在清晨上面 濫捕 什么叫濫捕 有濫捕吗 没有啊 阿sir 有了文件 有了习先上来你家 还有啦 你当时是踢保的 不是不起 我们之前在节目都讲过了 踢保不代表你没事的 其实到时候 再调查的话 是继续可以 去拘捕你 就说吓死他妈妈 吓死妈妈 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 是不是吓死他妈妈呢 他妈妈见到警察 说要来上门要拘捕他的儿子呢 受害怕还是怎么样呢 这里要问回 他位 叶錦龙 究竟为什么呢 之前这个叶錦龙被捕那一次 大家刚才都说了 那时候很搞笑 有人说要声援他 我其实在说 声援他什么呢 声援他做错事 他做到什么呢 声援他可以做到什么呢 是不是 你不如帮他给五够水的保释金好过 五够水啊 不够去日本啊 不够啊 扭几个扭蛋都不够啊 其实他 听闻他以前都会帮人做翻译那些什么呢 翻译也好 怎样都好 现在终于有农村凤了 可以借主上年那个势 而这样去做到 区议员 是不是 都可以去人生的高峰 不过绝对是 那好了 他现在又是再拿五够水 可以去暂时保释啦 不过正常来说 他应该都不会着草潜逃的 因为他那个牺牲很大 他应该没试过人生高峰 去做区议员的 是吧 他本来都可能只不过是在 发交台那里 又被人租策一下 嘻嘻嘻嘻嘻嘻的还是怎样的 是吧 他以前跟着戴狗的 不是那个戴狗 是年轻的戴狗 十念戴狗 糟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都不认识这些伙子 他叫戴狗 最搞笑的是这个河辰 根据河辰说 他说这个戴狗 自称是乐阴间的私生子 这么厉害呀 精神病这些伙子 这个戴狗 哦 这样 好像要西游 以前他们有一个叫西游办公室 没有记错的话 哦 挺过瘾的西游 我们等一下会不会有一个叫芒果办公室 在西环 所以叫西游 哦 这样 这个是一件事 那我们说回 这个叶錦龙 真是大放缺词 现在被拘捕了 被载被拘捕了 用了五个水就保释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他的成本颇大 他能够 他要放弃 很难放弃 就是这个叫人生高峰的 区议员这个席位 你说他潜逃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我们说回 他接下来就会在 10月23号就去提堂了 叶妈妈 你准备 抹好眼泪 那些带好纸巾 进去听听听 你的儿子在东区发院怎么样了 叶錦龙就大放缺词 他就说 我上个星期在区议会质询那些警察 想不到这个星期就搞我们两个议员 除了搞他之后 另一个就说是主席郑丽庆 他说我继续履行这个议员职责的 我就不太发觉你有什么实际的 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你已经比你做了议员 还搞了这些刑委 或者这些阻差办公的东西 我觉得是相当之不应该的 这个人就 那么希望那些谋理 就真的 你想想 你们自己做的议员 应该都省省省省 继续做好一点点 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不如我们读一下网友的留言 好吗 昨天就有关于这个2020-1019F 这个警总是水马镇 就成功成身退了 就黑暴退潮 光是就成过去 嗯 对啊 那我们读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啊 Tenhim Lai 他就说看到泰国现在就跟香港一样 动作黑技都是一样 那有些人摆一些照片出来 好像两别两者 好像一样啊 还是怎样啊 其实呢 可以说那些示威啊 或者这些情况下呢 有某些情况的画面呢 是会一样 但是里面的性质呢 或者背后的原因 还有那些人的理念呢 或者那个做法还是怎样呢 是可以是南沿北撤的 大家要记住这些东西 我看到现在呢 就算了 无论黄也好 蓝也好 都会把这些照片呢 哦 对比回来 来摆出来的 当然啦 蓝的 或者蓝色的角度 角度和黄色的角度都不一样的啊 他们所说的想要暗示的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要 要细心想一想 就是不要只看那张照片的画面就算了 我们要看他背后的那个含义呢 会好些少的 希望大家真的要想一想啦 我见很多人share 嗯 Kwong Wink L 有份参加黑暴运动的人 不管你们任何的身份 怎么都好啊 就算你们逃避到法论责任 都是一生为耻 不悔 不悔就说 去年6月被这个暴徒包围 破坏闭路电视 涂鸦设施 国安法在香港成功落实 起了震懾作用 其实我们就这样看回 港区国安法呢 其实立法之前呢 这一帮人呢 已经是 已经借了的了 立法前已经 涉了不知道 涉太岁那样涉了 已经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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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已经退了潮了 只不过是 阿社长有时候都说了 这帮人扮害怕啊 表面上瓦解自己的组织啊 例如好像众志啊 还是怎样的 但是呢 喂 各自各呢 分开搵食 更加好啊 所以不要只想 这个港区国安法呢 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那个法律呢 其实 其实我自己这样看啦 其实挺阔的 要定罪啊 还是怎样的 大家自己想一想吧 七一那个 按九华迪 就是在电单车插着两支旗 吹一声 撞了在地上 自己炒车炒到地上 还要骂警察 打他啊 你自己的电单车反过来 夹到自己的腿 这样而已嘛 如果大家坐过 炒单车 自己这样炒车 你夹到大腿都很痛啦 你真是以为自己是刘华 对啦 真是笑死我了 刘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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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先看吧 撩28683 现在一哥是邓炳强 开大门 你们都没胆进去 他们想排队进去 拿梁文正的 哦 Erica Law 就说了 太子警署还在放水马 多谢你报料先啦 MK 真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香港的日渐恢复正常 包括一班傻人 傻人呢 他们现在其实很多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大家希望呢 他们可以慢慢呢 可以过回正常的人生啦 我们之前呢 我都很悲观的 觉得香港是一个变成不舍道啊 就是李安纳到迪卡比奥那时候 做的那套电影的不舍道 嗯 我经常有时都会给个寄访 咦 是不是现在那些人痊愈了 痊愈了还是怎么样呢 原来呢 我一次又一次的期望都是落空的 刚刚我们昨天有一节都说了 那个历史博物馆呢 说要闭馆 可能要加一些料啊 还是怎么样的 他们就立刻呢 呼天牆地 蜂蜂蜂了去 要拍那个 里面的馆藏啊 关于殖民地还是怎么样的 又举什么五一手势啊 还是怎么样的 个个都突然间上了身的那些 原来他们都是 还没病好啊 都不是够中吃药的问题了 不是吃药就可以搞得定的 这些 好啦 继续讲讲先啦 哦 东京小子 他们说长沙环境署还有 中国银行也都没有了木板了 银行现在都开始是 应该是正常了很多 那些人都不再去搞什么银行 现在都是不是 应该都没有了 我看到有个网 不知道算不算叫做 网上写东西 很多人share的KOL 还是什么差的东西 他就share什么呢 就讲什么美心的那些 美心 对啊 挺有趣的 我们趁这一节 还有少少时间 可以 这个有点奇怪 就是无差端端讲什么美心 哦 那么值得分享一下 我看到也挺好笑的 有条弹散就不知道叫家明什么的 网络上写的文章都很多人share的了 拍了一张照片 有很多人在美心那里买东西 或者在地铁站那些美心来的 哦 初冲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了 小小的店铺 有人排队买面包 有人选择面包做早餐 有人买西饼 有人买生日蛋糕 简单来说 店铺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送钱给美心的人 又在那里说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段时间 有30出头的大好青年 手持美心西饼 毫不猶疑地走出店外 浩浩荡荡的不知羞耻 买美心是羞耻的 他们现在还在说这些东西 还没忘记美心这些东西 一会儿有20多岁的少女和男朋友 走到这个蛋糕厨窗面前 向芒果蛋糕楼 向着芒果蛋糕楼露出 你们流口水的表情 正正因为解上有不知羞耻的青年 不分黑白的少女 无知贪便宜贪方便的老婆 吃黑心蛋糕的废佬 所以这间店一定侯纳不倒 那你不想一下 为什么美心不倒 你们黄店就要告急呢 为什么要搞爆买呢 感谢日呢 他说连一间黑心企业倒闭都做不到 黄论争取难度百倍的事 这些人呢 还有人狂分享这些文章呢 真是好心了 真是回家了 你想一下为什么黄色经济圈搞不定 你先不要想美心要倒闭 自己都没想到 问人家为什么 毛雨问仓天 为什么要吃美心西饼都不吃 大渣哥的月饼 这个就是 倒闭更好 他们自己搞不定 最后都是益了美心的 都是啦 他们很多黄店都有什么曲奇啊 又有什么西饼啊 又有做些什么小点心啊 又有什么手作制啊 为什么呢 你又说了 说到叫大家不要去撑美心 又有什么初冲啊 还初 不要初了 你们自己固定自己先啦 叫人不要去买美心 没有意义的 其实这种用政治来包装做生意 只是一条死路一条 根本都不需要我们说 就算我们的台 都不会叫人说不要去什么黄店 是不是 就是不要说要提枪要杯葛这回事 根本他们就会自然死 因为他们走错 他们走错路 违反了商业定律 其实就是 就是违反了商业定律 就是你其实打开门做生意呢 就是没有颜色的 什么人来你都很专业的去服侍他们 其实就是 就是正常的生意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理他来那个客人是什么人 你就照平常的招呼他 哦 是不是 大家记得之前有人拍了一张照片呢 林卓廷去蓝店 他们所谓的蓝店吃拉面 那蓝店的人会不会走啊 这里不招呼你们这些正棍的 有人想鼓吹这一样东西 但是没意义的 没意义的 就是有人说什么色经济圈 浪费啦 现在香港最需要的就是港色经济圈 真的呀 你们现在就是做生意的人 其实就是要做起个市嘛 那个市价不是那么行的嘛 是不大家做起个市嘛 理得你 你喜欢是站哪边呢 总之有生意就做的啦 是吧 是啊 你做回香港那个branding出来 就是那个招牌 又靓靓仔仔 那有人来光顺啊 那大家 就是找到吃就大家好了 就是你现在这样搞 又有什么色物色经济圈 有谁识分呀 就很坦白说 就是香港世界中心论咯 就是全个世界呢 哇 一见到贴上那些纸仔呀 或者见到个人戴着的头盔 猪嘴就要很滚动的滚进来吃的啦 哇 我都要支持你呀 那些什么 那个 见不差呀 保护膳呢 贵了一倍呀 都要吃 吃爆它 惨你都说啦 但是你放这些东西出来呢 同样 你可以吸引到皇友 但是同时也都赶了其他 不喜欢你皇友的人嘛 是啊 这些是精神正理法来的 其实这帮人 那好吧 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先啦 我们之后呢 就再有一些不同的环节啦 再读一下汪漾的留言 那就最好了 多谢各位汪漾的留言先啦 多谢大家 未必读得完 不过呢 我都希望大家继续留言 大家互相有空回来看看留言啦 多谢大家先 拜拜 拜拜